你们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遗骨 不要被儿孙们抛到海里去了 拿去喂树了 拿去喂鱼了 要妥善保管好 为什么你们的灵光依托于那个灵骨 而得以保存 所以是古代特别重视阴宅风水 是找一个声望之地 使自己的灵骨上的那个光 不至于快速的耗干 然后使他保存的生命期长一点 等着你的下一世来收回他 我在修炼实践中确实验证了这个道理 经常根据师父的指点到不同的地方 收回自己前生前世的幽精上的神光 那神光一归提以后浑身发热 就是你的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在祠堂里奉寺的是 幽精这一个魂中的阳神 把阴的藏在土里面 把阳的奉寺在祠堂里面 这是古代的大智者 大圣者们见到的实相 那么我们奉寺这个幽精 对你转世的魂魄有什么好处 这个也 实相也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死以后 我们有天魂地魂 人魂 活着有三魂七魄 死的时候 这个三魂 其中的天魂跟地魂 完成新生命的再组合 只有人魂幽精不参与组合 会做首尸鬼 藏在土里面 或者藏在骨灰上 那么你私奉自己的 列祖列宗的幽精 对它转世的那个魂有什么帮助 转世的天魂地魂 构成新生命体的 那个新生命体有什么帮助 之前很难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实相 今天感谢科学 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是相互纠缠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一世 你的天魂地魂 人魂三魂都统一在灵魂上 你的灵光上 本身携带着三魂的全息 当你的天魂跟地魂 在一世转世之后 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 举例子说 成为了一个新的人 他已经不叫张卜生了 他叫姓李 或者叫李什么生 那他是这个 那你这个 私奉这个人魂 这个幽精 对这个姓李的 有什么帮助的 那帮助太大了 帮助什么呢 通过这个幽精的觉醒 因为他是在轨道里 那个李补生 他又投胎了 他是人 他是迷糊了 他又去贪神吃一卖了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 有神通的 因为你这个是幽精 幽精是鬼界的 是幽明世界的 是96%世界的 所以是 那么你通过他 他有神通 他可以飘移 那个成了李补生的 那个肉体 他不能飘移 你请李补生来 你要给他买机票了 你给他要买 住宾馆了 你要请那个张补生 上一世的那个人魂来 你不用买他的机票 但是他就来了 你请他 他就来了 通过他的修炼 他的觉醒 那通过量子纠缠 他会影响 李补生身上的天魂跟地魂去觉醒 因为量子纠缠 这边量了 那边就量了 这边绝了 那边就绝了 这是全息的 这是全息的 量子纠缠 这边绝了 那就绝了 所以当他的幽精绝了以后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天魂跟地魂就绝了 那在新的生命体的李补生 他就天魂跟地魂都绝了 那他自己就绝醒了 因为天魂地魂主宰着 是生命真正的主人 幽精只不过是服从而已 那他这个李补生就自然的去修道了 为什么很多的高僧他过世以后 不要去别的地方埋葬 而埋在寺院的灵谷塔里面 埋在寺院的灵谷地 就是因为在那儿 他还有机会觉醒自己的下一世 下一世投胎到哪儿 他因为他的幽精在寺院里 听法师们听经说法 自己觉醒 经常去佛堂念经 诵经 自己觉醒 然后他有机会使 他的下一世的转世的新生命体 去重新觉醒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帮到自己历代祖先 即便是转世为人 转世为六道中的其他生命体 你可以通过这种殊胜的方法 帮助他觉醒去寻明师 访真道去修道 因为幽精特别希望着 新的生命体 转世的生命体去修道 为什么 他等着回家 等着跟新的生命体的光合一 他也要成佛 我们的三魂最后都变成 三世佛一起成就 七魂变成七佛一起成就 也是当你一生成就的时候 你的身上的三魂七魄 都会化成纯净的光明 变成佛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实相 通过量子纠缠 今天可以跟大家讲清楚 如果没有量子科学 很难说 幽精怎么还对新生命体会产生作用 产生作用很大 产生作用很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如法 把这个祠堂建成道场的真正原因 这是师父们的苦行 那么通过你们列祖列宗的修炼 觉醒他们在不同道的生命体 也都觉醒 人能真正的觉醒 才知道回头是岸 才不会去做贪真吃一卖 地狱五条根的恶音 才能够真正的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而究竟圆满的 完成生命进化的实相 所以这是要把祠堂建成道场 在古代 他们经常请高僧 请大德去做法会 去讲经说法 给自己的祖先门听 这是真正原因 MING PAO TORONTO